次日一早,谢威便不见了影踪,枕边空荡荡,江雪宁睁开眼坐起身时,倒是发现昨夜打湿的头发已经被人仔细擦干。 跟魏良在城外谈了几个时辰,到城门遇到张哲,回来还伺候了个祖宗,他心绪反乱压抑,都忘记自己是怎么睡着的了。 这里本是谢威的房间,只不过料想他有交代,堂儿俩俩的丫鬟早等在门外伺候,甚至还有个剑书在。 早晨用过粥饭后,周祁皇便来把麦。 他奇怪,这是干什么? 剑书公身说,先生走时交代,您昨日吹了风回来的,怕您沾上风寒,让请周大夫来看上一看。 江雪宁便想起来,你们先生人呢? 剑书看都不敢多看他一眼,小声道,凌晨前线有急报,先生天还没亮,就去了军众。 天没亮就走了? 可真是干净利落。 江雪宁有片刻的恶然。 两世为人,他镜头回生出一种被人白嫖的感觉,有点是气不打一处来,险些没翻个白眼。 心里原本想的是,等今早冷静一些,考虑得也周全一些。 在同谢威谈将来包括成婚在内的一应事宜,该比较妥当。 谁能想,这人一大早跑了? 他琢磨半天,还真没算出究竟是自己吃亏鞋,还是谢威吃亏鞋。 总归一笔糊涂账不明白。 江雪宁气笑了,抬起纤细的手指压了压太阳穴,目光流转间。 不经意发现,剑书这低眉垂眼的架势,倒像是知道点什么似的,心思于是微微一动。 昨晚谢威,整个人都怪怪的。 当时,他是脑袋空空,无暇多想,此刻一回想,便发现了端倪。 他忽然问,他知道我,昨晚去见过了张大人。 剑书万万没想到,江雪宁竟然直接问出这话来,差点吓出了一脖子冷汗,张了张嘴,一下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 江雪宁却已经不用他回答了。 光看剑书这目光闪烁不大敢出声的架势,他还有什么不明白? 说他谢居安是口醋刚,那都是抬居了。 这人得是片醋海。 没风都能翻起点浪来,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。 只是静下来一想,他又觉得自己竟好像明白他。 谢威和他不一样。 他们虽有相似的经历,可他是打从出生那一刻起,便没拥有过什么。 上一世是渴望拥有,然而真等那些东西都到了手上,又发现不过如此, 这一世没再刻意追逐,但凡有幸拥有的,他都心存感激。 但谢威却是原本什么都拥有,只是年少时一场变难,失去了一切。 于是,一切都成了疮痕。 他活在世上,却没有丝毫的安全感,所以宁愿再也不拥有。 可一旦拥有了呢? 江雪宁心底泛出了微微的酸涩,由周七皇好过脉之后,只对剑书交代了一句。 带你们先生回来,知会我一声,我有话想跟他说。 剑书听得头皮发麻,可他也不敢随意揣夺这有话想说究竟是什么话,只能低下头硬了一声。 平日议事,或是去军中,也不过就是半日功夫。 江雪宁想,下午就能见到谢威。 可没料想,别说是下午了,就是第二天,第三天,都没见着过人影。 一问才知道,在这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内,原本每到一成,便会安排停下里,休整十天半月的谢威,这次竟然一反常态。 与燕林一道,迅速整顿兵力,竟是一天也不愿意耽误,与第三日天明时分,直接朝着天教如今所在的保定府出兵。 刚听见这消息时,江雪宁几乎以为谢威失心疯了,然而冷静下来一想。 天教知道了新州军这边的动向,该如何? 要么停下来与新州军硬碰,可万修子遇到谢威早就如惊弓之鸟,只怕不愿赴此必死之举,让朝廷渔翁得利,要么便如被猎人催逼的野兽,不得不疲于奔命,抢在谢燕二人之前出兵攻打京城。 谢威这不是发疯,她分明是懒得在等,硬逼万修子攻打京城。 这边乡,江雪宁才想出个眉目来,那边乡,整整三日没路过面地谢威,总算是又出现了。 马车已经备好,前线有燕林,她进的房中,便朝她伸手,走。 江雪宁还在低头看琴谱呢,见她向自己伸手,下意识先将手递了过去,才问,干什么? 谢威凝视着她,拉她起身。 声音平静,内里的意思却惊心动魄,直到,带你去杀人。